一般的麻辣锅刷的大多是猪肉或羊肉或牛肉 不过现在有另类火锅业者尝试使用樱桃鸭来当作火锅的主角 这汤底是吃了会冒汗的空宝 这个辣椒跟鸭血 因为樱桃鸭这个色泽粉红肉质特别细 刷起来特别软嫩 而另外还有大骨汤熬成的古宝 因为吃法很特别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冬天里暖呼呼的火锅最受欢迎 吃腻了一般口味带您尝尝另类的铲嘴樱桃鸭 麻辣汤底里看得到爽脆的青梳跟大块鸭血 主角樱桃鸭是北京品种 现点现切好吃的秘诀千万不要算太久 吃起来口感的话会是属于比较嫩 而且入口即化 对它不会让您有太多太多的那种嚼劲的感觉 然后再搭配我们自己特调的汤头 还有宫保辣椒下去熬制 吃的是鸭肉的软嫩 不想吃辣可以试试猪大腿骨熬的古宝 肉食动物可以放胆大口吃 而火锅的最大卖点是比美牛奶的大骨汤头 大骨汤头还不错就是有一些中药材 那喝起来有点奶香味 是用我们天然的猪大骨就是我们的后腿骨 还有肋骨上去熬制的 然后里面再搭配一点玉米笋跟白萝卜 还有高丽菜 它煮久的话煮的时间的话 至少要花上一天的功夫 头一回品尝店里还有桌边服务 将你吃到另类火锅的精华